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局长叶飞比13号来到花莲视察外交失误 而期间呢他特别前往事工所拜会的市长魏家贤 叶飞比除了肯定市长在城市外交上所做的努力和突破 也期盼未来可以和事工所密切合作 持续来拓展花莲的城市外交 在外交部东部办事处处长脸信誓陪同下 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叶飞比来到花莲施工所拜会市长魏家贤 对于市长上任之后积极完成国际姐妹市的地盟 外交部感到相当敬佩 也期许未来可以和事工所合作 持续来扩展花莲的城市外交 台湾是一个就是要跟国际接轨的 很重要就是城市外交的这样子的工作 那我们也看到花莲市呢 在这几年不管跟日本跟韩国跟其他的国家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城市的交流 而且建立很多姐妹市的关系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实在是觉得这个魏市长在这一块努力上 是会让台湾被国际看见 市长魏家贤表示 最近施工所也将举办与高签税艇 还有圣钢市的地盟中年纪念活动 来凸显花莲市对城市外交的重视 今天也谢谢我们外交部的业局长 特别来到公所为我们来做一个打气 那也要非常感谢外交部 在年处长的大力协助之下 让我们很多的像日本韩国还有美国 很多很多的姐妹市都得到很大的一个突破 那未来我们也有一些像是我们一周年的一个地盟的一个纪念 纪念的一个仪式活动 也陆陆续续将在11月开始展开 那我们致力于在做城市外交 也希望说把我们国家的形象推展到全世界 让全世界的人了解到 虽然我们是小小的国家 但是我们有大大的资源 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我会努力把城市外交做得好 那也让所有走出去的 我们乡亲朋友们 以花莲为傲 以我们国家为傲 花莲市在城市外交 而且保持友好互动城市 目前有五个国家十个城市 施工所希望把城市及国家形象推展到全世界 让所有走出去的乡亲 能够以花莲 以国家为傲 介续会花莲市报道